这房车车友在一块儿啊,就是找好东西,比着各种买东西,我这就是看车友上边的,他买的搁那个遮阳帘上边一个一个的那种晾衣服的小件特别好,然后我也买了快递刚到,一大堆,他说这个管不行,看看怎么样啊。 嘿嘿,一个一个,全能塞到我那个遮阳帘上,然后中间隔着这么一个小管,北京这大哥我俩一块买的,咱给他安上去,看看怎么样,我直接定了我们两个人,一人一半,一人15个,想要把这个安上,还得求助这个大哥,还有北京这大姐,因为他有吸管,大哥呢有玻璃胶,玻璃胶我得堵两个, 然后买的这个东西,他给的是这种吸管,太细了,根本跟他这个是不配套的,所以呢,大姐有那种比较憨的,就是上面能微弯的那种吸管,那个刚刚好套这里头。 就安到这个槽里边,安一溜,我看看我先给他往里边塞,看看塞多少个合适。 不脚,咱们全脚都觉得这个管长吗? 那我要不脚是不是也行? 这样行吗? 这样好像,那15个就塞不下了。 我觉得不用,就富裕俩咱们留着,这个就够了,不用挂上那么多,对不对?可以,可以。 这样留着哪个换了还能换一下,是不? OK,就这样。 先量一下体温吧。 好,你会到时候给我开一个那个,那叫什么来着? 就是证明。 对,证明。 然后我们要打成,就是三四天,四五天,那还能,也能用这个。 看看,一溜的小衣服挂钩,是不是行? 挺好吧,这一溜小衣服挂钩。 完美吧,小挂钩。 好多,然后有两个富裕的,这样买了坏了还能换一下。 得,两头我打了点玻璃胶,直接给它堵上了就。 等玻璃胶干了就好了。 看看,堵的地道不? 一根一根的,它就省得跑出来了吧。 这车友在一块,就是看谁东西好,也想买。 看看,我们的小晾衣钩,安上了。 OK,笔直笔直。 收起来,等它干了就能用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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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